桌面上有一把改造手槍 弹夾内还有十发子弹 而这把枪支的主人 就是上个月才因为持有枪支 被检警锁定搜索的蔡姓男子 上个月才被警方逮到 昨天晚间 前天晚间他外出时又遇到远警盘查 没想到他因为身上又带枪 一时心虚当场拔腿狂奔 跑给警察追 刚好这名男子他日前 曾经被其他警方单位 查获他住处有改造枪支 当时我们这个小队长率队经过的时候 发现他从住处走出来 心机可疑 立刻就上前打算要盘查 没想到他走到大概巷口的时候 他正好搭计人的离开 我们远警上前冲了上去 他发现警方的时候 立刻就拔腿狂奔 然后我们警方跟他 双方追逐了大概一百多公尺 双方追逐一百公尺 途中猜信男子将身上包包随手丢弃 随后也被警方捡起 最后他不敌侦察队刑警的体力 当场被逮 而警方还在名牌包中 查获一把上了堂的 被位塔改造手枪 男子身上背着一只名牌包包 他可能里面藏有违禁品 所以在奔跑的过程中 也立刻把他丢到一旁水沟里面 但是也被我们警方拾起 最后我们追逐了一段时间以后 将他逮住 然后在包包内也收出一把改造 貝瑞塔手枪 还有子弹20颗 他巨大公称 这枪是朋友寄放的 但是我们根据我们浏览 他的网页手机记录 我发现他曾经在上网浏览过 这个改造枪枝的一些历程 所以我们怀疑说这个枪枝 可能是他利用来犯案的工具 目前我们也全力来扩大追查 说这个枪枝来源 还有是否有涉及其他刑案 男子落网之后大声喊冤 说枪是朋友寄放在他身上的 但由于他前科累累 加上手机内有许多改造枪枝的资料 因此警方并没有采信他的说法 而随后鉴定出炉 改造手枪具有强大杀伤力 警方随后也将蔡信嫌犯 依照枪泡弹药管理条例 移送地检署扩大侦办 这位陈伯伟 但随采访不到